2012年冬天 80多位艺术家 为一座村庄留下最后的印象 当你看到这些画面 照片中的小村子早已消失 很多照片是第一次摸相机的村民派的 这是他们心中的故乡 西海谷 剁开一粒黄土 半粒再喊恶 半粒再喊可 使人写尽了这片土地的贫瘠 上卷祖是其中西极县的一处自然村 它藏在大山深处 外面的消息 靠山坡上的高音喇叭 和一部固定电话传进来 外面的人想进去 得等冬天 泄洪沟冻上冰 变成鹿 孩子们要去上学 得翻三座山 凌晨两点出门 五点到学校 困住人的 不止路 还有水 村民里黄英拍下自己的女儿 早晨八点出发 花两个小时 沿着陡坡取回苦涩的泉水 是他每天的过客 冬天就蹲那个冰 就开始蹲这么后几层冰 从那个冰上又过去 又脱水连牙 空来特别大气 我们每年就是一辈一辈 都那么耻水 就那么困难 雨水任性 土豆小麦种下去 天不下雨 就不见收成 六十多户 二百多人 活命的土地 祖祖辈辈的耕 也只够了上温饱 像这片难以找寻的土地一样 这里的人 隐没着 也抗争着 用尽一声力气 却只能听从上天安排 种种艰难 隐没于黄土 变成一场 就这么过着呢 但是他们还在一天 把自己的原墙 往后里累着呢 把自己的康王人扫着呢 把自己的低根子 往正起里背着呢 他明知道青年 这个粮食中到地里呢 可能还是受不上 没有受成 但是他还要中 下古的人呢 他再哭再累 一感觉到就说是 那这就是 适合了咱们就活着 咱们这一辈子 活不出头来 还有下一辈子 下一辈子 下一辈的人生 能够有一点不同 比活出头 也就更近些 2013年 作为被列入生态移民的村落 上建组居民 全部搬出大山 人们舍不得这里的家 有人借下房上的瓦 一起带走 新家园 在几百公里外的平罗县 叫妙妙湖 家里的水龙头 花花流出水 八九岁的孩子看呆了 说水真漂亮 从家到学校 只要五分钟 远离故土的忐忑 渐渐被扑面而来的 新生活情人 班里上卷祖 全村人只用了一年多 告别隐没和几乎停滞的生活 却是几代人的酝酿和期盼 故乡并合在心里 七年过去 上卷祖 已被还给自然 特别像 真的 不仅是上卷 还有那些路 啥都像 我养了二十多年的一个猫 没有没有代表 我一直想记着呢 那个是同学就是 要到这 寻找他就 每年我也回去聊四 我们山上转一圈子 下来去拿书记 赔个周旋去看一下 恳心活年 好